第一題 第一題呢 我們計算5a的5次方 乘2a的2次方 我們數字 就同數字計 符號就同符號計 以這裡來說 5乘2是10 a的5次方 乘A的2次方 我們就用公式1 可以見到 即是用 5加2 把次方加起來 就變成 這個10的a 7次方 因此這7條式 記得要先背熟 好 就完成了第一題 第三題 第三題差不多了 m3次乘4m2次 除2m4次 數字有數字計 符號有符號計 所以我們先做數字 4 4 over2 即是4除2 而這裡 第一個 3次方和2次方 是乘的關係 我們用1式 好 除這個呢 可以暫時不管 再按照 2 2已經在前面做了 4除2是2 這個就是m5次方 然後除m4次方 好 等下一點 好了 那我們就知道 用第二式 看上去給你看看 好了 但用第二式 除呢 即是它的指數相減 所以就是5 5 減4 5減4當然是1 所以答案就是2m 做完了